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人有车 走 為什麼不是 其實我們現在身處於中國內陸城市湖南的豬州國際賽車場 車隊今天會有一個賽前測試 但是為何無緣無故要開場測試呢 這個不是官方的測試 純粹是車隊為了廠商Link & Co 和Link & Co的客戶車隊提供額外的賽前練習 因為十月底我們便會來到這裡比賽 趁著家綺 加上我們郭天王這幾天有時間來這裡練習一下 希望他可以在越美豬州有一場好的表現 什麼料 因著你 片長小助手 塗大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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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好像那些機片 好像出海了 FLASH 後方 這裡是坯後面 ABCD 都是兩年左右 19年已經有了 衝進去 嘩 YES 嘩 很涼 但很舒服 你看幾豪玩 有雪櫃 有咖啡機 成功的賽車隊 可以缺少的是咖啡機 大家都不夠睡覺不夠精神 走 走 唐老大 唐老大 英俊的時候才開始做 十幾年了 現在已經是OZ的主管 今天是一個普通的練習日 放車、放程式 還有一些補訓班 如果他們放車 其實今天只有三折 嘩 車房搭電的模式 比賽的模式就是這樣 我們會有違反圍整個車房 每輛車會有自己的位置 有足夠的燈光 方便去維修 包括地板都會有一些膠墊 我們現在來看這輛 是領克的03PCR賽車 用的是2.0T的機器 輸出馬力是330匹左右 其實對於2.0T的機器來說 是非常小的 比賽的規例有性能平衡 VOP 各樣的限制 可能很多街外的2.0T的機器 輸出的馬力 都比這輛賽車來得多 所以引擎 其實對於這輛賽車來說 是比較消耗得最低的 其中一個活動的部件 比起一般的街車來說 是用一個比較寬體的設計 全探偵的頭產 其實跟街車的一些頭產 是很大的分別 這一個頭產 其實可以承受到 足以承受到一個人的重量 我們用的是18吋的車輪 綠傘的煞車卡鉗 美翼主要是 減低空氣的阻力 以及增加一定程度的下壓力 車廂內的設計 除了有大耳牛的賽車椅 是保護車手之餘 五點式的安全帶 一個為車手設計的BB燈 這裏有賽車的軟環 配備是6速的波箱 賽車的三個腳踏 其實就不是太複雜的 Lunch 起步那時用的 這個是Pit Limiters 維修區的限速 閃燈 Flash Radio 對講機 Display 賽車的一些Menu 駕駛的時候可以看到的 示威燈的Signal 水撥是一個船鈕 駕駛的按鈕 這個Mapping 是電腦不同馬力輸出的Mapping 這個V-Pod 其實是一個Anti-Lag船鈕 有不同程度的Anti-Lag 因為Turbo車 踩壁駕駛鬆油之後 再給油那一刻 可能會有Turbo的池鍵 Anti-Lag這個系統 其實是類似Misfire的系統 開油那一刻 可以渦輪的池鍵 減到最低 通常的放在這裡 這個是手掣 通常是用來起步時用的 這個是前後煞車分布 這個是控制尾臂的大小 大鍵 煞火桶 行車電腦 官方TCR 那些是官方電腦 裡面也會有這個網 都是防止有意外時候 令得太緊要 用來保護它 刪紋 刪紋 你看到另立立 就是全新的施力輪 光頭輪 沒有紋 就是因為增加橡膠接觸地面的面積 在乾地的情況下 就可以增加爪地力 水輪 下雨時用的會多了很多坑紋 就方便水走 但兩種輪胎的溫度窗口都很不同 這些可能是80-90度 才會進入這個工作窗口 而水輪就低很多 可能40-50度 才可以 下雨時 車手是不需要怎麼擦胎的 而乾胎 是力大 車會擦得很厲害 賽車的輪圈 未必夠過街車的輪圈 為甚麼呢 因為它有最低的重量 限制J數和重量 裝了車輪和輪圈之後 由上高看下去 輪圈的中心點 不能突出車身 這輛車正在做定義 他們掛了這些架 是用來掛魚絲的 魚絲是用來量度軚的 這位技師在量度軚 你們可以看到這個 人仔 設置這個Wheel Hub 就是用來模擬車輪 裝上去之後 車的平面和高度 橡膠 車輪會變形 可能新車輪會有少許不同 但是這個下面是一個走豬的啤梨 整個都是一個Solid的金屬 還有我們量度完之後 可以立即去調校 裡面的螺絲、搖臂 去調校他們最想要的一個 Toy-in-out、Camber等 不用每次量度完之後 又拆輪,又再量度 平台都很重要 這個你見到有螺絲 它四隻角可以設置一個 不同的高度 去達到一個完全水平的平台 去量度車 大家猜不猜到這個是哪輛車 是嗎? 待會我會測試我隊友 小智強的賽車 駕駛你的車 這個是隊內裡的戰術 不斷擒搏 內空 測試看 現在它剛出車繞了一個圈 把頭放在尾上 是因為駛駛出去時是冷的 因為這輛車的頭胎會較容易熱 它突出時出熱的頭胎進來 把熱了頭放在尾上 冷的尾胎放回頭 始終頭輪車的尾胎難熱 所以通常沒有胎煎便會用這個做法 準備到風機是吹車頭的鼻翼 有三個風機 旁邊是吹鼻翼 中間是吹水箱 為何會斬斬斬斬 它不是打四貨燈 是因為它壓著維修區的限度 它可以盡油 車也不會超速 Oversteer一拿駛駛駛駛駛 要調車新年 把尾翼交多追車 你回來 回來換一套胎 又是兩圈 你會看到回來會不停換頭身胎去試 因為一邊保持頭身 就可以保持到一致性 特別試到設定是否正確 因為如果一條身胎出去 搖到尾翼已經舊了 有時你會不知道那些是輪胎的問題 還是設定問題 我第一套胎試A設定 走兩圈 接著我會換第二套胎 試B設定 用第三套胎試C設定 跟這三套胎的麥克風一樣 即是變量控制在設定 不要讓輪胎干擾你 像一带胎 就算一倍 Date 立遙叨 然後 números 可以回来换 你會看到現在是一至兩人分開開駕駛 剛才剛才新鎮下來 現在換裝前駕駛上去 平衡的感覺上是不錯的 回來換第二套輪胎後調校尾翼後 其實車尾是穩定了 我也覺得自己駕駛得好 但是駕駛沒有散開 不知道為何不能開駕駛 我又說不到在哪裏 OK OK 回來吧 我們看看Data 先慢慢玩 如果那台車的話 我也希望後面的旋轉會多一點 CAN 張志強的家級選手 有小朋友要求拍照 黃阿星等的一招都是沒有的 我幫你拉客 我幫你拉客 現在沒人認識你 你出水 事實證明無論一個車手 就算上到車多麼規劃 他出獲場有機會是一個馬屍 大家經常都會覺得 看Data的線是甚麼來的 接下來借心就會和我們 接下來借心就會和我們 借心就會和我們 上一堂詳細的訪問 究竟看Data是怎樣看 如何捉取數據出來 令車手下一次可以再做好一點時間 現在一看就知道是迫拉尼 聲音是迫拉的 說實話真的很噁心 為何停在我們這裡 讓他挑機 入油 問有沒有煙 就是火力 你這樣拍攝又助長了他的志氣 在撇輪倒轉走 逆線行車 拔線 嘩 他是不是頭被你全紅了 考牌就是one-on-one 一個師傅是carry兩學員 一個很貼身的教學 我們今天來到豬州賽車場 賽車場之前比較豐富 他們真的會一個小班上學 他們會一節節 譬如直路的 這裡會測試他們怎樣踩距離 怎樣起步 他們是比較one-to-many的方式 這就是中國兩地大不同的考牌方法 就是整齊的制服 我們坐車界的傳奇前輩 各位生師傅 各位生師傅 我剛好認識了一個香港車手 我認識到他 我選到你去香港衛會 跑泰國的就跟他去 都好機緣考核一下才去 是呀 那個號頭門口還在洗車 真的在洗車 我早就不認識了買一輛EF3 嘩 EF年代 這輛不行 這輛不行 金賞直路都輸了 那輛又不買那輛EF去投 全部都是緣分 當然 那輛年代 跑上車買了一間樓 你買了一間樓的回憶 現在說回來兩件事 我賽車最初是郭凱生教我的 最初去華龍車隊學賽車 當時已經贏了 當時他已經是升級教練 說是2006年 你好像的 看見Niccan Alda 我開著Honda的EG EG 剛才說的是EF 剛才說是郭凱生機 我不是EF 在說什麼 然後教完我之後 我自己駕駛就撞了 我以為自己很厲害 那時候上完 比賽是10月27、28、29 對 諸洲站後就會在澳門見 TCR China 也就是CTCC的賽事 會是第二週末 澳門今年是70週年 所以會有雙週末比賽 其實在很多國內平台 有直播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直接去相關平台連結 會看黃日星的封面 不要看我了 還有這個 今天是穿著衣服 但未上過車 賽車場的悲哥 雖然他車在這裏 人在這裏 工具都在這裏 但因為車壞了 所以他都不能出去做測試 賽車其實都是這樣的 你準備得不錯的賽車或車隊 都會有壞車 都會有零件需要更換 你作為車手 你需要承受到的一些 一種錯節 冠軍只有一個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 在座各個位 全部都是垃圾 我那些全部都是 對 這裏是一個學習 面對失敗的運動 老土地說句 失敗來成功之無 嘩,這個真的很漂亮 我不是說 老土地說句 很漂亮 神經病,我們這個頻道 我們的目標觀眾群是年輕生一代 千萬不要被這些過氣、熟 你站出來也不是年輕生一代 我當然年齡不是 但我的心境是否 你看我和這些小朋友 有多好朋友 人家離開了 馬上離開 不想吃東西 好,我們今天也叫做順利完成 接著我們可以去吃東西 菜車最重要是甚麼 胡藍吃甚麼 雙菜 雙菜 雙菜是甚麼 爆菊花那些 吃完之後第二天 我受傷 我受傷 本日 完 去 有腳震嗎 甚麼